《一年》 作词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多少年的追寻 多少次的靠悟 香愁是一碗树 香愁是一杯酒 香愁是一朵雨 香愁是一生气 年生外境有无境 日久它乡进故乡 要做你可记得 图你的方向 大妈你可知道 我耳朵的心肠 一碗水一杯酒 一朵云一生气 我耳朵的心肠 每年的十二月 中国大部分地区已是寒冬 此时云南省最南端的西双板纳 才刚走过湿热的雨季 对于中年边境线上的大陆江 水量依然没有减少 浩浩荡荡地流向下游的蓝藏江 蒙紧来村就坐落在江边的平坝上 水气未散 薄雾弥漫 即使是晴天 人们要到中午才能看见太阳 村民艾应荣 正在为父亲准备礼物 他们家将要举办一场传统的松马仪式 苏玛仪式外人知之甚爽 但在村里人眼中 苏玛仪式却是长城举办 再熟悉不过的事了 艾应荣是家里的大儿子 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 他和弟弟妹妹们们 共同前往父亲艾恩回的住处 苏玛滚韬 是为家中长辈举行的仪式 在每年七月的关门节 歹族人都要到寺庙里拜佛祈福 遵守生活上的规定和禁忌 第七天要先在寺庙举行松马仪式 护制歉意 消灾求福 三个月后再举行开门节 节日期间 在蒙井来村 只要家里有长辈 子女们一定会抽出时间 做松马 父亲艾恩回住在小儿子家 松马仪式就在父亲居住的歹楼下举行 家人都已入座 长子艾应荣代表弟弟妹妹们 选读事先郑重你好的祝辞 爱应荣与兄弟姐妹们一起 为生活中偶尔出现的 对长辈不敬的言行举止 道歉和检讨 因为忙于工作 艾应荣已经一个多月 没有来看望父亲 他在这次仪式中 特别请求父亲的原谅 在艾应荣所念的作词中 出现最多的一词就是苏马 苏马的意思是对不起 歹族人常在拜谢父母 长辈 向他们祝福和道歉时 说起这个词 祝辞宣读完毕 老人向子孙回礼 并给予祝福 在这样平静祝福的气氛中 家人间所有的不愉快都在念出苏马的那一刻 烟消云散 用恭敬的仪式增进家庭成员家的关爱 家人之间少了些斤斤计较 多了些包容与和解 对老人要敬 对孩子要爱 这是艾应荣家的规矩 也是全村人都遵循的行为规范 在蒙景莱村的众多家庭中 一般都是由经济条件最好的子女 主动善养老人 不限于男性 也不分长幼 老人的财产也会由善养老人的子女继承 家庭成员间奉行合而不争的相处之道 这也是蒙景莱的村民们很少出现家中争执的原因之一 歹徒是懂得尊重父母 赡养父母 有这么一句 即使把父母背在背上一辈子 也难以报答父母的恩情 孩子做错的事情 父母一方发不进 那另一方呢 一定要变成水 用水把火拨起 不然两口都在骂孩子 滋润万物的水 是大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 温和柔静的水 象征着歹族人的性格和脾气 热带一林湿热的气候 造就了这里的人们 带族人爱水敬水 泼水节也成了他们一年中最热闹的节日 蒙景莱村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1300多年 1570年 明代龙庆年间 车里宣位时把辖区划分为十二版纳 蒙景莱村归属于版纳蒙混 20世纪50年代 西双版纳戴族自治州成立后 这里被划入蒙海县 岁月更迭 蒙景莱的村民们世世代代居住在大陆江边的这块土地上 艾班回家的祖上曾是掌管这一带的土司 从小他就接触了许多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 能将这些珍贵的资料呈现给后人是他最大的愿望 在村中 艾文回是受人尊敬的长辈 他最常做的事就是抄写歹族的文化书籍 这些书籍用歹文撰写 现在村里能像艾文回这样熟练使用歹文的老人已经不多 爱文回抄写的是蒙景莱村的历史 他们以叙事尝试的形式 讲述了一位王子追随着金鹿来到一个地肥水美物产丰富的地方 他带领人们开荒建寨生而育 最终当上国王的故事 抄写的过程平淡静谧 一本书错不得一个字 艾文回已经抄写了上百部史书 上了年纪老人家一个月只能完成一本书 他从不请人代笔 不仅有手抄的书籍 歹族文化的传承 还有另一种特殊的方式 清晨86岁的康朗敦龙正要出门 他保持着早起的习惯 每天都要去村外的寺庙刻写贝叶经 最初贝叶经是用铁笔刻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教经典 蒙静来村人也用歹文来书写村落的历史文化和生活经验 堪朗敦龙曾在寺庙里做过大佛业 他研习过一千多部贝叶经 您读贝叶经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丰富的经历和学识 让康朗敦龙成为村里最受尊敬的城市 他每天要叫寺庙里的小和尚学习歹文 课写经书 在蒙静来村 男人小时候出家为僧 年轻时在还俗的传统保留至今 平日里这些男孩和普通孩子一样在学校里上课 晚上和周末他们要在寺院里学习歹足的传统文化 《贝叶经》以经文的形式 记载了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 康朗敦龙希望这些年轻人 能够在学习科学贝叶经的一笔一画中 将谦卑敬畏宽容和谐的精神气质 融入自身的生活 不仅是蒙静来村 几乎大部分歹足村寨都有寺庙 村里的很多男孩都会在寺里做和尚 出家时间的长短可以自己选择 所以很多歹足男性都有出家的经历 这也养成了他们温和土室的生活态度 南传上座部佛教中 善恶慈悲因果报应的观念 使得以柔为贵 崇尚和谐 逐渐成为歹足人的主流价值观念 据说歹足的佛经有八万四千多 在那么多的佛经里面 几乎每一步都说到不杀生不做到 做这些做好事 不做坏事 在这种思想制造之下 歹足人民非常严育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 非常喜欢做抚慰疾困的事情 非常喜欢做善事 蒙景莱村开设了备业书院 向村民们教授歹文 并且系统整理和研究歹足的传统文化 村民们通过这种方式 传承着民族经典和历史文化 一般备业经可以留存上百年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文化载体 如水一般温和的处世之道 才得以世代延续 在带足谚语中 有这样一句话 建债要有林与庆 建蒙要有河与沟 临水而居 是为了方便水里灌溉 以水为生 以农令业 在蒙景莱村建立的时候 先辈们选择的居住地 就是背靠群山临近河流 蒙景莱村的民居 沿地势错落分布 街道在房屋与树木之间自然延伸 整座村庄浑然一体 一些新建的房屋 也都保持着橄榄石木结构的传统建筑仰视 这是崔明艾温乡的新房 它正在建 艾温乡的这栋房子是在原来房屋的地基上重建的 在建新房这件事上 它并不争强好胜 将来盖好的新房会保持老屋的格局 只是建材和房屋内部的装修会加以改进 不仅是艾温乡 村里人盖新房时 都会保持与周边房屋相似的体量 蒙景莱村的民居 已经发展到第四代建筑样式 虽然每年都有人建新房 但是时至今日 村庄的体量和格局依然保持不变 这个房子大概有多少年的历史 大概有三四十年的历史 这个建筑在建盖的时候可能很新 但是经过如干年以后 这个建筑就慢慢的颜色变深 木材现在已经黄褐色了 所以大自然就融为一体 瓦虫很白的这种瓦 新瓦变得慢慢的长了很多的青汤 当一季来临的时候 大地充满一些生机 到处是绿色的世界的时候 它整个屋面也是绿色的 使它看起就富于一种生命力 所以说这个大村民居 它是一个活的建筑 在建立家园的过程中 村民们展现出温和的一面 它们不是改造自然 而是顺应自然 走在村里满眼圣机 随处可见参天古树 这些千年古树都是最初在开荒建寨时 特意保留下来的 蒙进来村人 世代临水而居 水也在千一抹花地影响着人的心态 在百足的传说中 天空和大地都起源于水 人类和动植物 也是祖先帕牙茵用水和泥土创造的 清洁干净的水 是歹族人一半的生命 作为一个崇尚水的民族 歹族人爱水 敬水 玉潭海刚刚二十岁 从小就生活在寨子里 几乎没有出过远门 不久前 她在附近的镇上找到了工作 每天下班 就可以早早回家 帮妈妈料理家务 这些野菜的话比较难找一些 不要吃 那女人的话也比较心稀一些 然后找进去看的话 都是一路原作为来找 玉潭海一家 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 村边这条小溪 他们最喜爱的食物都来自这里 有新开 还有那水香菜啊 红星菜啊 还有那个水无蜂啊 还有鱼啊 食的东西啊 那个菜啊 这些在水里面呢 比较干净一点的 蒙井来村的村民们认为 清洁的水可以给他们带来好运 人们热爱水 希望获得水的利用 在蒙井来 水井是神圣之所 人们在挖井时 会在井边盖起漂亮的房子 遮风挡雨 水井既是村民们公用的生活设施 又是大家沟通交流的地方 温潭海的爷爷奶奶每天都会到这里打水 打水时遇见邻居自然要多聊几句 蒙井来村有四座水井 日常吃用 与精神礼服的水 要方向使用 带足与水 有着不解之缘 人们会用洁净的清水 为心上而沐沐 有人去世 也讲究要用清水擦身 水不仅伴随着生命的开始与终结 更滋养了世代生息的美好家园 舒适的居住环境 再加上村民们一直沿袭着传统的农耕生活 吸引来许多对带足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人 艾温海把自家闲置的房屋改作客房 每天只接待一到两桌客人 如果人多了 他们就把客人介绍给邻居 与村民们朝夕相处 再急躁的人仿佛也变得温柔起来 我在歹足的村寨里面 一直都没有听到任何 哪怕是很小一点的争执的声音 你们会有矛盾吗 有矛盾你们怎么办 那个小赵妈说大戏一两句话就完了吗 要哒哒闹闹那种 很少的 就父母以前从来都没有过 在你小时候大声吵架 把你吓哭这样有过吗 从来没有 你觉得这样的家庭环境 对你的成长有没有什么样的 没有什么压力啊 爱温海夫妇结婚已有二十多年 当初爱温海正是看上了 与康康的孝顺体贴与温柔性格 这也是蒙进来村几乎所有男人的择偶标准 而对于女性来说 她们更看重男人勤劳敦厚的品质 为了改善生活 爱温海曾外出打工 卖过水果 做过小吃 丈夫奔波在外 于康康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儿女 和上了年纪的公婆 默默地支持着她 那以前的话 我们就是上学放学都没有自行车 现在个个都骑那个电动车摩托车 那现在生活变化这么大 你们的生活的这些传统有没有改变 不会 因为我们老祖宗传扎来那种 就是不能改变的 奉行千年的生活传统不会改变 村民们也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到生活的智慧 在这座五百多人的村庄里 一千三百多年的农耕食 不仅使人们懂得了 人与自然彼此依存和谐共生的道理 更培养熏陶出不急不躁的平和心态 玉香论与玉英卡母女是制作逮逃的匠人 他们沿袭着传统的制逃方式 制逃所用的逃土就取自村边 十多年前 玉香论把还是孩子的玉英卡叫到身边 将制作歹逃的手艺传给了她 歹逃的制作技法都是由女性时代相承 制作歹逃既要具备兴趣和耐心 又要花费体力和时间 带族妇女心地温和 心情如水一般柔顺 蒙景来村里 一直奉行着女性制逃的传统 就是打泥的时候比较费劲一点 因为我们要拿那种大的墨水使劲砸 砸到没有颗粒为主才可以的 有一点颗粒的话在做逃的时候就不好做 要有一定的耐心才可以 手工制逃是一项耗费体力的工作 挖逃土 制泥坯 烧土窑 数十道工序 玉英坎都要一个不辣的学习 十多年来 她的大部分时间都与泥土相伴 以前我也没想过要写这个 也是妈妈说的 她说泥巴是最好玩的东西 就是怎么玩都不会坏 2013年 蒙景来村被认定为 带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基地 玉香论与玉英坎母鱼俩 也参与了村里的传统文化展示项目 每天他们都会准时 向淘土眺望展示区 既是制陶又是上班 玉香论家传的制陶记忆 最突出的特色是曼轮手工制作 这种制陶技法成型曼更需要耐心 面对着静静旋转的万轮 玉英坎对时间的概念有着自己的理解 比起村里其他人整天的忙忙碌碌 她更愿意静静地坐逃 那如果给你一个机会来选择 比如说去做刺绣或者是到街面去卖那些特产 你更愿意选择那样 更女人一点的工作还是做这个很发力的工作 我还是喜欢选择这一个 我有喜欢做这一个 我现在做的话也挺好的 陶土在曼轮上静静地旋转 时间终将见证泥土化剪成蝶 母女俩将带足妇女的柔美注入泥坯 而摇火会将其永久珍藏 在时光的流逝中 人的心也静了下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人以和为美 在这里 鸟齐于树 人居于乌 人与自然平等相处 邻里之间平和相待 夫妻之间平静相守 溪水与江河滋润着秀美的家园 温柔地流淌在歹家人的血液里 在中国南端的这片热带雨林中 蒙井来的村民们 秉承着温和处世的生活态度 将延续了千年的船头 世代相传 风巧月 风巧月 八桥流 一生争终灵 一家走 跨四海 重雾中 长路漫漫难 回首 相思斗 厉思偶 梦里藏在花儿中游 黄土地 黄土地 绿天愁 花中美尽不胜手 从此 从此相守 绕心头 游子针上泪 离人心上泪 离人心上泪 极树香愁 我的同胞孤柔 秋水一人青山鸿秀 何日相逢在枝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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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